在端午節前夕,壯圍鄉公所為了感謝自售客體戶 長期為鄉內環保工作奉獻心力 還獲得縣府評鑑服務品質卓越獎 尤其個體戶大多是屬於經濟弱勢 所以縣府不但贈售百米 公所清潔隊還加碼贈送相當實用的生活小物 還有清潔工具 藉此來加免大家環獨家傑 壯圍清潔隊特別邀請鄉內自售個體戶 由鄉長沈青山帶為頒贈縣府送的白米 另外公所也準備自售了手套、垃圾袋 以及清洗張物的洗衣巾 作為一段時間的家米禮品 謝謝 妳要帶她來,四十多元 好 手套兩種 米、洗衣粉、垃圾袋 妳今天覺得有適用嗎 有適用,很好 感謝 我覺得都很有意義啊 對,比如說手套 它會防止我們手會被東西扎到 對,然後保護手的健康 對,我們也謝謝鄉長的關懷 鄉長沈青山表示 非常感謝資收附在環環工作上的貢獻 讓鄉內垃圾減亮 同時又能轉化成可用資源 所以公所給予每月五千塊的獎勵金 同時又獲得縣府服務卓越獎的肯定 中央回收清潔的工作 要有妳的幫忙 這可以做得這麼好 讓我們這個環境 可以在議員館幫人提高起來 算是好的 公所這段時間由妳開始做了 來實施這個 每次給妳 叫大雅三號保守五千塊的金額 讓妳有一個基本的這個 做工作的動能 也在這裡 有經過這個專案 現在我們 中央公保守也把這個專案實施在全國 每個禮拜 休閨的時間 同時都派車去幫妳收車的肥主 不要讓妳這樣四街燥 第一位 請太多了 大家比較安全 多面向的這個做法 包括我們現在在做的 妳在做這些工作 我們幫妳做的這些提供 提供的這些這些服務 在今年 也在到議員館政府來評鑑 在到服務品質卓越獎 議員館跟我們眾議員在到 現在這個 譬如昨天講 也已經保衛行政已經平信 這就是我們大家平時 在為鄉的付出 大家做好這些我們分的這些工作 讓我們這些鄉親 可以過國更好的生活 透過關懷與獎勵 期望支收個體戶 繼續付出努力 一起來提升 撞禮的生活環境品質 自言回收 撞回昨夜 自言回收 撞回昨夜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 採訪報導